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王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NBC面对媒体采访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透露的更多信息 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日接受会见媒体采访 特别批评了中国对疫情的处理 认为中国在病毒早期阶段不合作导致了局势的失控 他对记者说 我想中国知道在疫情早期阶段他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实时地让国际专家进入实时实地地分享信息 并真正提供透明度 他补充说这种失败的一个结果是病毒失控的速度更快 他表示我认为其结果比另外一种情况下的结果要恶劣得多 布林肯还表示这场大流行凸显了采取全球方法的必要性 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安全卫生系统 以防止未来的大流行并且减轻其影响 他表示这意味着对信息共享对专家准入做出真正的承诺 这意味着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并对其进行改革 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发挥一定的作用 布林肯对中国的评论并没有止于病毒 他还就台湾问题提出了警告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的压力 当被问及美国对那里紧张局势的态度时 布林肯表示任何人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都是严重的错误 并补充表示我们对台湾有能力自卫有严肃的承诺 他还谈到了因为人权问题而抵制二零二二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想法的问题 他说美国还没有到那一步现在讨论的重点还不是这个 他表示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重点不是抵制 我们关注的是谈话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协商 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倾听他们的疑虑和关注 但布林肯重申 他认为中国对待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做法相当于种族灭绝 尽管他承认需要谨慎平衡 布林肯表示我们需要能够让全世界一起用一个声音说话 谴责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有继续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需要采取的是实际的具体行动 比如确保我们的公司不向中国提供他们可以用来镇压民众的东西 包括镇压维吾尔族民众 但是布林肯说我们也要确保我们处理的是我们所有的利益方面 什么是有效推荐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呢 而当涉及到中国时 我们必须能够在这些利益受到牵连 需要与中国合作的领域是与中国打交道 即使我们坚决反对严重侵犯人群的行为 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灭绝的行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军方在其军舰与中国海军最新交锋后进行了一种认知战 两国都在东海和南海部署了航母打击群 分别由罗斯福号和辽宁舰带领 而在周日美国方面公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显示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野马号或者叫做马斯坚号 对于辽宁舰群形成了近距离威慑 分析人士表示此举旨旨在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 周一在东海某处拍摄的这一张照片显示 该舰的舰长布里格斯指挥官还有他的副指挥官司令 正在观察辽宁号 而辽宁号距离该舰只有几千米 照片中布里格斯指挥官抬起看着几千马外的辽宁舰显得很放松 而他的副手坐在身边 显示他们对于解放军同行不屑一顾 台湾高雄海军学院的一位前教官这样解读 他们表示这张照片肯定是认知战 以显示美国不把解放军当作直接威胁 而专家则表示照片显示美国军舰在盯上辽宁舰时保持了非常安全的距离 双方都明白美国和中国的航母打击群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防务评论主编则表示 这张照片是对解放军的警告 美国对辽宁号打击群的情况已经彻底了解 根据总部设在北京的南海战略态势研究倡议小组表示 美军已经增加了在东海和南海的飞机和军舰部署 该组织还称美国军舰已经在四月三日被派往长江口附近海域 并从上周日开始一直跟踪辽宁号航母群穿越东海和南海 辽宁号航母群还包括中国最先进的055型驱逐舰之一南城号 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还有一艘支援舰 据报道日本防务省也派出了05号驱逐舰和两架巡逻机 对周日经过冲绳和宫国岛之间的打击群进行防务探视 与此同时据物料大楼表示 美国国防部长与他的菲律宾同行进行了电话交谈 重申对联盟的共同承诺 中国将二百艘船在礁石附近的存在描述为正常和合法 并表示官员们正在与菲律宾保持密切沟通 但是菲律宾方面将船只描述为海上民兵 上周菲律宾广播公司表示 两艘携带导弹的中国船只在巴拉旺省附近驱赶了其载有新闻工作人员的船只 广播公司表示 这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发生针对民船的军事演习 军事观察员表示 报道显示解放军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中 北京开垦的七个人工岛之一的礁石部署了零二二型导弹舰 这距离巴拉旺岛仅有二百五十公里 专家表示中国海上民兵舰艇在附近截击 意味着北京可能会试图恢复其在南沙群岛的天海造地项目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阿里巴巴周六因为违反反垄断规定 被处以创纪录的二十八亿美元罚款后 中国的科技巨头们预计要受到更多的审查和处罚 腾讯音乐和美团点评的员工们表示担心 下一步他们会可能成为北京竞争监管机构的目标 这些监管机构已经加强了对于科技行业交易和反竞争行为的审查 文章引述一位负责监管科技公司的深圳官员表示 对阿里巴巴电子商务行为的反垄断调查不同 对于社交媒体巨头腾讯的反垄断调查将更加复杂 官员补充说这样的调查可能涵盖他们的游戏业务 音乐授权网络借贷还有并购帝国 在中国所有非金融企业中腾讯去年对于初创企业的投资是最多的 在上个月腾讯表示已经寻求与反垄断监管机构会面 该监管机构此前曾因其之前的收购 为主动寻求批准而对其进行罚款 该部门的四位员工表示 腾讯与Spotify的合作公司腾讯音乐 一直也在准备面对其有关授权交易的反垄断调查 并在最近几个月故意放弃了一些交易 官员补充说调查还有可能会调查腾讯的微信社交媒体平台 他在中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经常会阻止加载来自竞争对手阿里巴巴的淘宝网 还有短视频平台其他的连接方式 而腾讯坚称这是他们保护用户免受某些第三方链接影响的一般政策所致 他们允许竞争对手的平台托管自己的微信频道 但是官员承认腾讯的确有很多策略来避免最坏的可能 他们说腾讯的政府关系人员一直很好 接受处罚或许只是一种表示服从的姿态 在三月初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于阿里腾讯 美团以及电商平台拼多多还有滴滴出行都进行了罚款 原因是他们的计划存在不当定价行为 而当时有个人员说说实话 我认为我们无法为监管做任何准备 现在或许只是等待再次被罚款 但是一位美团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不认为新的罚款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三月份已经被罚了 然后继续产品运营和策略没有什么变化 而同时这些罚款对于中国的科技巨头来说 并不会造成什么经济上的痛苦 阿里巴巴创纪录的罚款被定为其二零一九年收入的百分之四 但是法律学者强调加强审查可能会导致这些集团的行为发生变化 他表示这是非常动态的过程 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力不平衡 这些企业在中国更可能必须向政府的要求低头 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与政府高度合作 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提前合作 但是专家补充表示 中国科技企业已经非常适应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阿里的罚款和过去几个月的处罚力度有所加大 现在也正值欧盟和英国的监管机构提出新的措施来控制科技巨头 虽然欧盟的监管机构曾经警告要拆散科技巨头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集团此前已经就首份反垄断准则进行了成功游说 准则已经从之前流传的草案中有所淡化 多年来阿里巴巴和腾讯还聘请了多位前反垄断官员 虽然重新启动的反垄断行动长期影响尚不清楚 但是在中国可以肯定的是 科技公司至少会在公开场合表示歉意 就像阿里在周六所做的那样